这次呢给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 用boa网银给我朋友转账的案例 上次呢我提到过我朋友呢 他是有汇封美国账户的 然后呢他由于呢 害怕汇封美国 对他账户有些不利的影响 就是怕害怕被封嘛 无缘无缘的被封的案例挺多的 然后呢他给了我个ys账户 ys的话说实话也是可以我 这边ach转账给他的 那我又遇到问题了 我用打开手机网银啊 手机银行app boa的 结果呢把它添加为付款人 或收款的情况下呢 哎说是没法添加 我在想啊 是不是因为ys这个账户呢 可能boa认为有点风险啊 所以说呢跑到这个电脑网银来搞了啊 那首先的话打开这个电脑官网网址 是吧 那很多朋友的话 还会觉得有个奇怪问题 就是说呢 在国内打开这个boa的话 是不是要用美国ip啊 我这边明确告诉大家 千万不要用美国ip 你人在国内你就用国内ip啊 不要用这种代理ip 你都可以看到我这边有一个新闻信号 我都保存用户名啊 所以说我这边设备都他都知道啊 这个设备是我自己设备 哪怕我这个设备 我搬到日本去搬到新加坡去啊 都没问题啊 换ip其实不是问题 换设备才是最大问题 好 我这边点进来之后啊 登陆进来这个界面 然后上面有个pay transfer啊 然后呢 我们这边可以选择 那么我也看到了 当时有很多人的视频啊 其实这种版面已经变化过了 那这边的话 你要这边是转账 我自己账户 两个账户之间 比如说saving转choking啊 那信用卡相关的啊 这个zio的相关的啊 这个是付账单的 那一般来说 如果说你要转回国内 把美国银行的钱转回国内 或者说美国银行的钱转到别的富国银行 汇丰银行 或者说转到外市啊 都要通过这个方式啊 这个啊 发送一个 电子或者说外部付款啊 这边进来之后呢 他这边有选项啊 比如说你从哪一个账户转啊 我这边选一个啊 然后呢 这边选择的话 可以选择checking或saving账户都可以啊 但是我建议的话 选择checking账户 我好像每次选这个saving账户的话 都有风控提示啊 那这边的话 到谁的账户啊 这边的话 我这边已经有一个收款人了 就是我朋友嘛 他是唯一的收款人 那么你可以添加一个啊 添加一个啊 添加一个呢 这个时候呢 比如说你是中国有个账户 就是张三账户啊 那如果说你要国际电汇的话 就选这个国际电汇啊 呃45美元啊 那这边的话告诉你 哎 如果说外币转账的话 还是不用钱啊 这个的话就是跟我上次做了一个VEM的视频 一样的啊 他赚你的汇率钱啊 美国银行的 如果说汇率兑换业务啊 换外钞 换外币的业务啊 其实他的汇率是挺坑的啊 我只这样说 那这边选国家 比如说选中国 啊就选错 选置地去了啊 选中国 然后下面的话 你就填写这个账号啊 账号是商业账户呢 还是个人账户 简单的来说吧 就是个人账户 还是个户 还是公户啊 国内账 喊啊 然后呢 这个账户是我的 还是别人的啊 然后呢 只能银行啊 收费的代码了 对吧 输进去 然后增加 我就不增加了啊 呃 道理就是道理啊 然后这边顺便提一点啊 我发现也有人跟我说啊 他这个 没法转账啊 或者说有些人他只能转5000美元啊 5000美元的话 他可能觉得这个手续费的话 45美元不划算嘛 那5000美元的话是因为他这样子 原本的话Bua的话其实也有这种优盾 类似于这样优盾啊 啊 要买的啊 反正我也没有啊 但是呢 你用这个手机号码验证码啊 也是可以能代替这个使用的啊 所以上次那个朋友呢 给我评论 然后我随便问了一下 他就是因为没有这个手机验证码啊 没有美国手机号 所以说转账就受阻了 那还有个情况就是讲 ACH转账转到美国境内的啊 别的银行比如说恢复美国这种啊 那这边有几个选项啊 1234 这个选项 第一个选项的话是 转到我自己账户在其他银行 第一个的话是 只能转账过去啊 这个第二个的话也是一样的 我在其他银行的账户 然后是 转账出去或回来啊都可以 这个的话是 别人的个人账户在其他银行 只能转账过去啊 那下面的话这个是公司账户啊 Biennes account 或者说我的大银行 也是只能转账过去啊 这选项已经混乱啊 那我一般我选第三个啊 然后呢输入名字 first name last name 别选错啊 那正常的话就按护照写嘛 那护照上可能是信啊 sername后givenname啊 这边的话 那就 把它名字 写在第一个名字 信写在后面 然后这个 地址要写啊 地址的话一般写银行地址 他那个ach里面的话是有提供的 然后呢 这边路由号啊 路由号的话 其实ys上面也是有的账号写进去 然后这个账户类型是让你选择这个Biennes 还是啊个人账户啊 这么简单啊 那还有留言啊 留言的话 呃 你可以写也可以不写啊 但是有些敏感词 我建议不要写了啊 下面有一个啊 就是第二步啊 添加好之后第二步点这个呢 点这个的话 它要增加 要验证啊 验证的话 这个环节啊 首先的话 它会给你发个手机验证码 我刚刚验证成功了 其实的话 原本的话 你第一次验证的话啊 其实是没这么简单 第一次验证的话 它会要求你输一个卡号的信息 卡号的可能后四位后五位 然后输入卡号的密码 在这个密码环节的话 我又说主了 呃 因为美国的银行啊 我问了朋友啊 有些朋友呢 他说世卫主的 有些朋友他说六位数的 结果呢 我无论四位数 还有六位数都错误 最后呢 最后啊 这边BOA的话 我也有认识啊 然后 他说他的也是六位数的 其实我发现我的是八位数的 很奇怪啊 然后那密码确实是我的 然后呢 这个密码呢 如果你忘记的话 他会给你发一封信的 你在这个APP里面请求一下啊 他会给你发一封信啊 那封信 寄到你的预留地址 那么信拆开来之后呢 就显示你原来的密码 我感觉这个也非常不安全啊 这样的话 你家人都知道你密码了 对吧 那这样的话就完成了啊 好 刚才完成呢 是把这个人呢 付款人啊 收款人啊 添加进去啊 添加进去之后呢 这边from的话 你选择自己的check in账户 saving账户 啊 给谁呢啊 这个人 你选中他叫什么名字 括号里面是银行的名称啊 这个银行就是 ys的那个银行 那么这边的话可以选择啊 比如说如果说你要加快速度的话 那就贵了30美金 那如果说不在乎速度的话啊 你速度慢一点的话 对他们来说安全嘛 那下一个 工作日啊 零费用 对吧 那这个时候下面输入金额 然后呢 那再选择这个频次啊 你可以设定固定转账啊 每个月转账一回 每个星期转账一回都可以 那当然选一次呢 对吧 一次啊 就不要选别的了 简单一点 然后呢 这边有一个描述啊 就是复言好 到达这一步之后啊 刚才我点继续啊 刚才我本想尝试一下1美金的啊 结果他说最少10美金 那这个10美金的话 哎 这边点如果说点这个按钮的话 那这个钱就转过去了啊 那这边也会告诉你啊 当地时间啊 呃 预计当地时间4月10号到达啊 就这么简单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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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